疫情来起可种上了夜市的商机 很多的摊商们都是咬牙苦撑 终于好不容易盼到了微解封 台中市总共是有33处的夜市 目前有24家提出申请 在今天总共是有6处的夜市恢复了营业 风产夜市的摊商还有店家们 他们早就准备好了 要来迎接客人上门 结果没想到在这个微解封的第一天 就遇上了大雨来搅局 这也让摊商们相当无奈 至于云林斗六的人文夜市 也因为下雨取消营业 好不容易盼到微解封 风甲摊商们动起来 早早就忙着做前置准备 要恢复营业 但心情既期待又怕受伤害 当然期待啊 可是又怕伤害啊 不知道有没有人啊 今天是没有准备特别多啦 就差不多平常的一半这样 不知道有没有人潮摊商备料上 只准备了平常一半的料 微解封首日 没有想到天宫却不作美 台中市一共有33处的夜市 目前有24家提出申请 13号一共有6处的夜市 恢复营业 市府经发局也缤分多路来视察 看看防疫工作有没有落实 这个每一个市场一定要建置 社交距离管理员 管控这个人流的人数 冯甲夜市总干事表示 目前约有七八十家的摊商 大家都配合市府做好相关防疫措施 也会有社交距离宣导员 穿着电子看板的背心 提醒民众不内用 不是吃 不能边走边吃 而民众也都表示 还是以防疫为优先 防疫期间嘛 防疫比较重要啦 看他有东西卖 然后顺便买一下这样 有卖就买一下赶回去 这算是有点支持一下摊商 他们也很久没有出来做生意了 镜头转到云林 抖流人文夜市这里 也同样是大雨来搅局 摊商们好无奈 因为疫情已经两个月没有收入 损失大约二三十万 这一次有多久没出来摆了 两个月 这两个月怎么过 有土吃苦 要土快吃完 由于大雨下不停 根本无法如期做生意 因此人文夜市也紧急宣布 取消营业 也让摊商们的心情好沉重 解台中云林综合报道